六年之前 我们知无知组织了波拉图的经典 理想国的读书会 那么六年后的今天 我又一次以一种讲作家对话的方式 重新去阅读这本经典 那我在想 我之所以一遍又一遍地重读这本经典 到底它的意义何在呢 那波拉图他生活在一个战乱和冲突不断的时期 在波罗奔尼萨战争结束的时候 他大概是24岁 他经历过战争 瘟疫 激进 雅典的陷落 内战 三十建筑的恐怖统治 民主制的重建 以及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判死刑等等 以至于他三次到希腊谷进行政治实验 都遭受到了失败和屈辱 那么在接近晚年的时候 波拉图就写了理想国 那么理想国这本书呢 我们能够读出来 它是沉淀者波拉图呢 他对雅典这片土地的爱与痛 但是在理想国的文字当中呢 我们似乎感觉这个主人公苏格拉底 他在刻意地回避雅典 他和一群年轻人呢 在比雷埃夫斯港的一个外邦的妇人 科法洛斯加里呢 谈论着心目当中的正义的秩序 谈论着理论上的言辞当中的 一个理想的国度 这种国度呢 即包括城邦的一种现实的国度 更重要的是灵魂的一种完美的秩序 那么雅典他的祖国 对于波拉图来说呢 似乎是不值一提的 那我也想到了我曾经读过的一本书 叫《路易斯的荣耀之众》 1939年到1945年期间呢 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和牧师路易斯 他在各个场合 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信仰的演讲 那么他的这些演讲呢 和丘吉尔的战事演说一样 都成为了英国人民呢 在最艰难最困苦的时期 令人鼓舞的激励和安慰 那很有意味的是呢 路易斯的这些演说呢 也避而不谈 当下正在进行的那些战争和苦难 他只是谈论在战争当中 我们如何去面对上帝和人的关系 他是有历史深处的 关于救赎的这种忧虑的 所谓的枪炮作响 法律无声 战乱平人 人的一种灵魂的安顿 更容易被人遗忘 对于那些欺离子散 投身战场 生命随时消失 家园随时被破坏的人们来说 信念与理想到底有何意义 路易斯不断地提醒人们 战争并不是这个时代的唯一的主题 政治也不是 那从古至今 人类的生活从来没有平静过 我们的困境也从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也从来没有哪一个困境 它大到可以定义一个时代 可以重新去定义人本身 我要说的是 永远有比苦难更重要的事情 不然人们就根本无从去定义苦难本身 那么战争或者瘟疫之所以可怕 并不是因为会死人 没有战争也会死人 而是因为我们所遭遇的这些苦难 可能会封堵我们去追求 无限和永恒的道路 当有限的事物 接管了人们的生活和生命 人就陷入了比战争更可怕的败坏之中 那如果非要谈论战争 或者谈论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灾难 那也只是因为它影响到了 我们的灵魂秩序的建构 就像各种鸡毛蒜皮的琐事与烦恼 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灵魂的 健全的发展一样 所以按照波拉图的说法 重要的是 我们的灵魂应该朝哪个方向 去接受教育 去不断地努力 那重要的是从苦难当中 学习和超越 重新去认识自己 那波拉图和他笔下的苏格拉底 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完美良善的秩序的 责任和正义的人士 他们是以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的这些行动 去阻止世界的堕落 理想国它是一个覆调的对话的结构 在那种张力当中 体现出生命的律动 以及对神圣的美好生活的追求 这个答案不仅在于善德理念本身 而且在于如何去抵达这个理念 我们都生活在自己的洞穴当中 会把部分当做全部 把影子当做真实 把谬物当做真理 那理想国呢 它被贴上了很多的标签 这些标签都代表了 我们的洞穴生活的某种视角 比如说 说这部著作是乌托邦工程 是一种集中营的生活 是专制洗脑的教育 是对艺术和审美的粗暴的践踏 当然 另外有一些人 也在为波拉图的责任玩欢呼 认为高贵的人 就应该统治低劣的人 可是这些人 他们最大的错误是 也许他们本身就是破铜烂铁 但他们以为自己是黄金般的人 那这些都是对理想国的 两个极端的误读 那我想阅读理想国这样的经典 它的根本是让我们重新的认识 和整合自己的灵魂秩序 我们要对伟大的经典 和高贵的思考表达敬意 这种敬意的方式 就是采取跟理想国同样的方式 在自由的对话当中 看到自己思维的盲点 观念的误区 道德的极限 从而去谦卑的聆听 和积极的求真 那在阅读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尽量的让大家体会到 这种交流的乐趣 去享受思想的碰撞 去感受精神的契合 去积极地建构 生命的连接 波拉图的理想国 它借助各种省察和批判 也促使我们这些读者 不断地与内心展开对话 苏格拉底告诉我们 正义的人比不义的人 会更加的幸福 无论遭遇什么 好人都会因为保持了 内在的一致和完整 而不会受伤害 不管你信或者不信 这样的说法 但是很多人就是这样 活出来的 比如说苏格拉底 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 不管你认不认可 别的活法 但总有一些人 在不一样地活着 称之多样 自由多元 开放包容 会让洞穴当中的我们 多少去看见 那完美世界的光芒 也多少体会到 理想国度的幸福 这个世界忍不太平 很多繁杂的事 很多不公的事 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心境 身体的困顿 诚实的喧嚣 也会蒙蔽我们的判断 但是不要被苦难所压倒 苦难不是生活的全部 我们还有生命本身 我们不仅要活着 而且像苏格拉底说的 还要活得更好 因此我们的思考 就是我们的行动 我们的交流 就是我们的生活 我们改变着自己 让灵魂更加有序 让精神更加的丰盈 我们变了 这个世界的生态 也就变了 我想这就是阅读 理想国的重要的意义之一 波拉图不一定正确 古代不一定是好的 但是读他们 读这些伟大的思考 可以让我们从所处的时代 抽离出来 就像路易斯所说 我们被一些长久遮蔽的事业 需要重新的开启 需要以新的眼光 去重新审视现代村落下的 自身的处境 所以路易斯说 有一件事情是毫无疑问的 我非常愿意 听到一个古典的雅典人 哪怕是一个愚蠢的希腊人 讲一讲希腊的故事 连他自己也意识不到 他的一句偶然的话语 可能向我们指出 多少年来 一直被现代的学者 搞错的地方 所以我们永远需要 借助另外一个时光的 一种眼光 这也是我第三次 重读理想国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收获 那我们这次的阅读了 我刚才说了 是采取某种一对一的 对话的方式 希望这样的一种方式 和我的讲述 能够对大家有所启迪 也欢迎大家报名 我的理想国十二教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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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